上海拥有20条地铁运营线路 500多座地铁站 通过这个总理乘数全世界第一的地下交通网络 你将去往哪里 可以带上我吗 请问一下您是哪单下车 天同路 我在地南条 南京西路站 还有跆拳道 你还学跆拳道啊 对 它已经红带跟蓝带 高手了 对 它第一名的 去找个开口的地方六个万 北白山来个市里一趟 我去调一调 你知道什么 调一调是一个上海最早的商货商店 十几年前就有 调一调是这个商店的名字 对 然后我带了一些自己家里的闲置物 到别的城市的城市杯 还有一个别人的婚礼纪念品 什么都能换吗 基本上什么都能换 你可以带我去看看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一屋一屋的商店听起来很特别 你刚才跟我说这家店已经开了十几年了 是的 那你很早就知道这家店了吗 我算是他们家的老粉丝 因为他们之前的店是在红口酒厂附近 他们六年前暂时关了 然后等到今年相当于是他们新店第一天开张 没想到还能改上新店开业 此行定是不虚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家店了 算是一种情怀吧 每一个在那家店里展示的商品 都是别人拥有过 我们拿着自己的东西去交换 也就是我们参与别人的一段生活 很有一种仪式感 不仅是在交换东西 也是在交换彼此的一段过往 对 这家特别的店居然就藏身在时尚的南京西路商圈 在这个安乐房里面 一个转角之间 节奏忽然就慢了下来 第一天开业 好像有花篮 开业大集真是第一天 精致的门帘 不大的铺面 被铺面而来的小物件布置得满满当当 充满年代感的装修和选品 一时让我恍惚了时光 哈喽 哈喽 我今天带点东西来交换 你给我看看带来什么 一个沈阳的城市纪念碑 这个城市碑我觉得交换还挺合适的 显然小徐有备而来 老板娘却完全不需要准备 应对自如 因为我看了他们的小红柱 我就想换上海的城市碑 就是那个老的碑子 我小时候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加这一个吧 行吧 好吧 还有一个是 结婚的时候送给我的伴手礼 这个Wedgewood的价值可能高一点 我会建议可能寄卖会比较好一点 除了交换还可以寄卖 它带来的物品 它又不想带走了的话 还有就是我认为 如果它带来的物品太好了 或者价值太高了 那我也会建议它可以留在这边寄卖 除了我已经知道的交换 还可以寄卖 正因为这样的特别 调一调在十年前就进入了小学的视线 那你还记得你最早 第一次在这家店买了什么 或者换了什么东西 当时没有换是路过 它原来这家店的老店在同名路 那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的路 一天我回家就发现 那条路上突然多了一个很亮的招牌 人很多 我就听到他在跟客人之间讨价还价 就是客人说 这个能不能多算一点钱来 我以为难道是个当铺吗 小学的目的达成 可我还没有好好逛逛这家商店呢 这个区域展示一个时间的一个印记 这个呢是我从加拿大带回来的最古老的 1921年的一个计算器 哦 100年了 对 也有近代一些的七八十年代英雄牌的打字机 时间仿佛凝固住了 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几十岁上百岁的老物件 有些已经甚至绝迹江湖了 就像个导弹一样 对 真的 类似 就是叫鱼雷 那您觉得它曾经是放什么的呢 这个立不住啊 其实这个是最最早的 188几年到1900年左右的汽水瓶 以前用的汽水瓶的塞子是软木塞 软木塞如果它不浸泡在水里面的话 它慢慢会漏气的 所以以前的汽水是这样横着放的 这样可以保湿了之后 这个就不会漏气 这个更怪了 对 这个以前它一头是有一个木塞 但另外一头其实装奶嘴的 就是奶瓶 对 这些是一个刻度嘛 一些东西的存在 就是为了唤醒我们的回忆 卖乳精 我们小时候招待同学 吃大白兔奶糖 还有就是卖乳精 喝的时候还关照你 对对对 你要调一调调一调 所以跟我们店的名字 会有一个聪明 灵感来源 难道是卖乳精吗 灵感来源倒不是卖乳精 但是呢 的确是因为上海话里面 跟你交换东西的话 就是有嘛 即使老店必然会有老客 知道呢 家里有的东西 弄到卖一边可惜 你有个调剂的地方蛮好的嘛 看看可以换一个 新衣的东西 不错 对不对 还有许多东西 都到欧洲过来的嘛 这老货啊 叔叔他跟他女儿 因为游历过很多国家 所以他们很厉害 在我店里经常能 就是看到一个物品 大概能说得出来 这个大概是什么国家的 大概什么年代的 上次在他们那里 弄了一个 就比手机还小的 这个八银河 里面带化妆的 在欧洲其实以前就是 恢复的世界 顶新名牌的瑞士的瑞爵 赶紧拿下 老店新开 肯定也会遇到新的客人 也是呢好 你好 你好 这位叔叔就是 现在我们新店的 新认识的客人 他就那天跟我说 哎呦你们这个是什么店 然后他大概了解了之后 他就说那我回去 我要拿点东西 来跟你交换 这个盘子呢 就是张元 上海市经安区人民政府 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 张元旧改纪念 999 这个数字也好 你是家里的老客人 还是恰好路过的 很有转介绍的 知道这边念的个风格 比较拔旧啊 复古啊 很多东西 还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些 小玩意 比较有历史价值 在新交和旧故之间 迎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之前是因为我跟入洲 一起在他们的 好工作NICE2035 做过一场叫 物交换大连换的 一场活动 我们的社区呢 一直主张说一个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理念 所以就跟Chloe 来做一个 以物换物的试集 我们地点在一个 老旧社区里面 确实有很多老人家 刚好是唤起了 他们的回忆 所以还是蛮热闹的 Chloe把它每一个 物件背后的故事 写出来 所以大家有可能 看到那个故事以后 就更加想要交换 或者收藏 物尽其用 挖掘其背后的故事 也是老本娘 Chloe开店的初衷之一 我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逛 中古店和古董店 跳到市场等等 回来上海以后 觉得这样的店 好像在上海看不太到 所以就有的想法 就是说想自己开一家 十几年前 古董店在上海 都是新鲜事物 更不要说交换商店了 但以物易物这个形式 在当年 倒并不是出于新潮 而是来自邻里街坊的 现实需求 因为我开在社区的店里 居民就觉得 他们不想再掏钱来买 然后就有问 就是说我能不能 以物易物 能不能以寄卖的 这样的形式 百分之可能 九十多 都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 这件事也是出乎我意料的 他们很主动地 就会进来询问 你这家店是干什么的 然后我可以怎么样来交换商店 可能没有过几天 他们就真的就带上东西来 寄卖或者来交换了 因为欣赏 当时的邻居比起顾客 更像是一种粉丝 这些老年顾客里面 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 一位姓彤的老先生 他收藏了非常多的东西 曾经还捐献给金山国物馆 他拿出他自己珍藏的瓷器 一些中国小古董 并不要求说 我一定要换 多好的东西回去 然后他就是对我作为一个 年轻人创业的一个支持 后来我们店附近住的一位澳洲的帅哥 几乎每天下班都会来我店里来逛一逛 很巧的是他每一次看中的 想买给他在澳洲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的礼物 都是来自于佟先生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 这位澳洲的客人 他就会说 这个佟先生就是我在中国的一位知己 虽然他们其实从未谋面过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小徐 带我来的一个小伙子 他就说他在你们店买东西 跟其他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他在交换的过程当中 他感觉不仅是在交换物品 而是在交换两个不同人的故事 刚才我在你的墙上简报上也看到 15平米装得下 15000个故事是吧 对 其实是有的 是有的 15000个故事 当时每一天 不管店里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都会把来店里面的客人的经历 他们交换的物品 寄卖的物品 我记录在微博上的 因为这才是一个店最有意思的部分 我必须要在我记忆最鲜活的时候 把它给记录下来 也让更多人看到 很多客人因为看到我们当时 微博的每一天的这个记录 会告诉我你们店非常的治愈啊 人生带来了一些怎样的启发等等 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有意思 老板娘不仅对每一件物品 如数家珍 对这些物品背后的奇妙故事 也是了如指掌 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关于这个布包 当时也是一个女生 她带着一堆的东西 来我的店里面想要做交换 这个布包在我当时看来 就是也并不是说非常的起眼吧 就有一天 突然有一个英国女士 她名字叫Helen 然后她走进我们店 她突然对着这个包 她就说 她说这个包是我做的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惊讶 一个中国女孩拿来交换的包 然后她就说了 这包她用她在瑞士买的一条裙子 然后带到摩纳哥去DIY的 她甚至能够说出来 用的是这条裙子上的什么蕾丝 钉的珠子 然后这个女士她搬来中国了以后 这只包她闲置下来 她卖给了一家二手商店 一个中国女神又去这家二手商店 把这个包买下来了 但是又闲置了 就拿到我的店来交换了 然后正好又被这个主人所看到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缘分 实在是太神奇了 无巧不成熟 对 尽管就是它并没有 非常高的一个价值 但是我保留了那么多年 也没有再出售掉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 是非常珍贵的 对Chloe来说 旧物背后故事和心境的价值 有时候超过了物品本身 曾经有一个女生 她带来一个手势盒来交换 但当时一开始第一印象 我并不是太享受 店里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手势盒 而且那手势看上去 也并不是说非常的稀眼 但是当时这个女生就说 这个手势盒曾经是她装婚戒的 那我就是不用问下去 大致也知道 她为什么要来交换掉这个手势盒 那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我就同意接受这样的手势盒 2017年 Chloe却因为家庭原因搬去了国外 不得已把条一条关了 但她心里的店却一直开着 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 几乎是每一天都想要去不同的市集 不同的古董店 想要去逛一逛看一看 我觉得这些宝贝散落在世界各处 它们背后带着不同的人的历史 不同的故事 我很希望她能够再一次地被带到上海 当你把这家店布置好之后 和以前老店对比 你心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这次的新店 还是想要沿用过去店的一些元素 甚至于说很巧合的是 曾经那家店有一双带花窗的门 我在看到新店的这个门面的时候 它原本就有一双玻璃花窗在那边 老客人进来也会有些熟悉的味道 又好像回到了老店的那种感觉 那你对这家店以后的想法规划是什么样子 有一部很有名的台湾的一部电影 叫《第36个故事》 希望它可以开成像里面的一个朵儿咖啡馆一样 可以带着行制的物品 或者有回忆的物品 来我店里可以大家坐着喝喝咖啡喝喝茶 可以一起讲述他们自己与这个物品的故事 这么说着就有人来交换故事了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画 是我自己的一些关于老上海的小画 1930年代的上海 小市民在横马场啊 在淮海路当时的霞飞路的小酒馆 显然玫瑰来对了地方 我觉得你的画作也很有意义 你可以先看看我们的交换区里面 有什么你想换的物品吗 对 我看着中间这个 上面写着就是叫马宝山糖果饼干公司 它是1926年在上海成立的 基本上跟你画的画作 老的长纸 就在静安区的同乐坊 可以去那边画画 或者是想去可以看一下 快乐只不住从最怕的一万一 一边画画 一边还能寻找城市的故事 这也瞬间勾起了我的兴趣 那你今天准备画什么 今天得去一趟在少庆楼里面 有一个小的咖啡店 有一个墙画 就是那个墙上全都是猫 都是你画的吗 对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你在那边画的吗 可以啊 下一站就这样随性地出现了 不用带路 我就知道是要去哪家店 因为已经有猫在门口等我们 哇 好漂亮的猫啊 少庆路刚哥 刚哥好刚哥好 我们可以进去看吗 猫咪墙鲜声夺人 很难不为它吸引住目光 而上面的每一只猫咪 玫瑰都能讲出一段故事 这些猫都是真实的存在于现实中的 要么是我自己见过的 要么是朋友家的猫 发给我的照片 这个其实是刚哥 拿的这个酒品 少庆路的刚哥 是怎么想到在自己的店里面 画上小猫咪的的 我喜欢这些小虫 猫跟狗都喜欢 都喜欢 这个上面还有莱望 它是一个流浪犬 莱望有一个小豹牙 前在部队里面养过一只战犬 后来牺牲了 哦真的 然后呢我不冷心再养 然后就养了一只偏向鱼狗的猫咪 其实刚哥是用 他之前训他的那个军犬方式 训了这只猫 所以这个猫才可以 军犬的方式可以训猫吗 可以的可以的 他喜欢平时出去的时候 不牵着绳子站在我肩上 小猫咪 为什么又会指定玫瑰来画呢 因为呢 我跟对面的那个私人书房老板认识 大家都喜欢唯一的东西 就通过他认识了玫瑰 对 明示其实还有我的喜副画的 又是熟悉的名字 有趣的灵魂果然都是相通的 明示书房的主人 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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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画了 又陆陆续续画了好多明示 你看这正好有一张 还被谢老板挂在这边 就是去年顺序的一场佛 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 绍兴路有这么一个私人书房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21年刚刚开始入夏 我就撞上短子来慧安房 记得我当时一进来 那边摆了有三条长的沙发垫 有二三十个人 就是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错综排练 他们就是在弹啊 诗歌啊 然后这后来就保持练习了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着迷了 我印象深刻是 他其实在夏天 是划着划板过来的 然后呢 我先听到外面 划板声音 真的没听到 对 可能是你又来了 其实我一开始来上海的身份 是个学生 或者说是个游客 我是游离在整个 这个城市之外的 你可能走马光 看一看 但是如果是有夏老板这样的人 把自己的空间开放出来 那你就有办法 就按他的话说 你能进到褶皱里面 能进到基地里面 有一个停留 你就不会只在表面上 黄花滑 然后走马光滑完 你这座城市不太吸引你 你就走了 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 机缘巧合地留住了 这位有趣的新朋友 这让我对他之前的经历 愈发好奇起来 你是从小学到画画吗 我确实从小 我一直对画画中毒上瘾 可惜的就是18岁之前 一直没有正儿八经的系统的学过画画 然后上了大学 我学的专业反正是生命科学 跟艺术完全不搭 但是还好 因为综合性大学 很多院系专业 你想去蹭客 想去旁听都OK 在四年内就不停地开始跑去人家学院 主要是建筑成规类的 设计创意类的 上这些课跟你画画有什么联系 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它会给你很多灵感 你现在画画这些功底 都是你平时靠业余时间爱好 自己慢慢摸摸出来的 靠自己大量的街头速写 我大学的时候还会在寒暑假的时候 去中国周边的这些小国 就专门去画画 对 从放假第一天坐飞机 飞去然后画到开学回来 然后会每次出去 整个假期就泡在那里画画 对 回来我就匆匆忙忙地 拿到了毕业证书 就算勉强毕了业 那一刻我也知道 我的科学家生涯就结束 在走上美术道路之前 玫瑰居然还差点成为了一个理工女 然而兜兜转转之后 她却并没有马上转头 奔向专业绘画的怀抱 毕业之后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在不同的国家去做秘工或者志愿者 那三年期间我也在持续地画画 我会以志愿者的方式去帮别人画壁画 不收钱 不收钱但是我可以住一段时间 相当就是保持住了 一种交换技能 我没有那么觉得这件事 我要把它当成一个什么目标 一个事业来干 但是它就像吃饭像睡觉一样 就那么自然而然地 就在每天就在发生着 看到有人从我面前路过一个乐队 一个婚礼仪式 我就迅速掏出本子 不停地记不停地记 看到什么画什么 我真的越来越像一个旁观者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像 这个一个什么哈利波特里的这种女情走困 人们看得见我又看不见我 无所谓 就只是拿笔和纸记录就足够 就是真的像一种本的 这种绘画日记的方式 最后被玫瑰整理成了一个系列 就要用一百幅画 记录了一百个瞬间 从二零年初画到了二一年的夏天 我可以给你展示几张 当然当然 因为一成三天的徒步完脚受伤 你看这边还绑了一个创可贴 这个人就是你 对的 在削洋葱是吧 那天我真的记得有整整一水池的洋葱 洋葱一边削一边哭 然后后面的贝都英女人 她说你削的时候 其实嘴里含一口水会好一点 真的吗 有一点点用 但是当你要面对的是一座山羊的洋葱的时候 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 在碧桑南部当时 他们在过嘉年华 所有的成员都拿出各种怨气 在那边吹啊跳啊 你看她手里拿着像爽身粉一样的 在撒 这是一个传统和习思 对 每个人都会拿爽身粉 然后她面前路过的 每个人脸上就去撒 所以那天我也是 整个脸就变了一个颜色 于是玫瑰又用了几年的时间 把画画变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在哪个国家 你记录的都是一些 让你印象深刻的生活瞬间 对 包括在上海也一样 对 因为我看你画了很多上海的画啊 它并没有 陆家嘴三千套啊 没有什么画红大楼啊 地标 地标让别人去画好了 我画的是一些 在马路上发生的小事 就像有一天 我当时路过瑞金南路 看到有辆洒水车开过去 一个老太太在奋力 阻止她的四只大勤选 跳到水花里面 那个瞬间我就记下来了 这张画现在被作品了 一个景观长椅 真的吗 对 这个椅子就放在了 看到洒水车的原址 海华小学的正门口 我的画也变成地标了 能值得她停留下来的上海 自然也要有系列画作 这系列叫《禅宁正尔玉龙》 关于上海的四十八张画 四十八天 从夏至这天一直到丽丘 夏天的时候 谢老板他们很喜欢去太康路 吃弄堂菜 这个弄堂菜的老板娘 脾气不怎么好 上菜也有点慢 所以在这边还写了一个标题 叫全卓都上菜最慢的苍蝇馆子 谢老师和他的朋友们喝敬酒 去听老板娘挨骂 城市的魅力 应该是这些拥有着玻璃木墙的 摩天大楼或者商圈 它真的应该是藏在 褶皱基里深处的这些小店 没想到 我们今天竟然无意中 参与到他的一个 最新系列画作当中 其实我现在正在创作一个系列 叫《图解上海都市传说》 用我作为一个小市民 个人的解读 重新去梳理 甚至挖掘一些新的都市传说 来自《禅宁4》的口信 因为《禅宁4》之前的那条路 叫永泉路 英文名字更有意思 真的是叫什么 Bubbling Springwell 门口真的有一个 一直在不停地冒泡泡的 这么一个泳泉 我觉得这个说法 真的给我带来太多太多的 幻想和灵感了 前段时间繁华 非常火嘛 我觉得这个也叫 都市传说 因为台圣园 隔壁有一个国际饭店 左边是一个长江公寓 这些老的建筑里面 都应该是有故事的 你怎么知道 这么多的都市传说的 我来上海也快20年了 我大概只听过一个 因为我喜欢和上海的原住民 土著交流 就像刚才在 调一调商店 我换到了这个饼干盒 我也真的准备 去到当时的饼干制造厂 去挖掘一些东西出来 谢老板是绍兴路长大的小孩子 他讲的最多的是绍兴路 最近他跟我讲了 布告里的一些事情 曾经的布告里里面 是有一个露天菜场 这点让我觉得非常震惊 因为我13年来上海之后 已经基本上见不到 任何露天的菜场了 现在就准备去画布告里 通过你的想象 对 和谢老板的讲述还原出来 对的 再加一些个人的解读 行了 带我去看看那个布告里的 好呀 想象中的菜场 好呀 既然幸运地赶上了 就跟着一起去看看吧 当时1930年 法国人造这个布告里的时候 曾经那个更老的门头 也是解了这个伯格尼之城 现在门头已经没换过了 然而仍然跟之前的风格 是保持一致的 是一个中式的这种风格 谢老板说的 之前的菜场就在这里 现在变成一个料理亭了 然后我就准备画这里 玫瑰天马行空的绘画风格 此刻更加灵动起来 在广场上面 印一个兔子头的井盖 上了一把很新的锁 在我的大脑里 把这些信息拼凑一下 我就觉得这个井 可能是通了 爱丽丝仙境的一个地道 被偶遇的兔子洞 就这样融进了玫瑰的作品里 街头作画的妙处 也就在于此 处处皆惊喜 而这一次 我也遇到了惊喜 叔叔你好 你好 你们在这里 你们在这里 我正好在拍照 他在画这个布告里 您在拍布告里 我在拍布告里 前两天我已经拍过了 晚上拍得非常不错 今天还真是一趟偶遇之旅 居然又遇到了 之前节目里探访过的 胶片大师卢叔叔 正好遇到黄河路撤了个人 拍过年高 原来卢叔叔受到了繁花热的感染 找到了跟剧中 近弦路很像的布告里 想用胶片 还原一下自己的繁花 布告里这个房子 基本上没动过 有一百年历史 原汁原味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你看王家伟拍 这个黄河路只能搭紧 我拍这个地方不要打击 同样是繁花系列 玫瑰的画作如绚丽下滑 鲜活清理 而卢叔叔的照片 则是流水浮灯 端庄婉转 原来我就一直在用电影胶线拍片子 我反正跟胶片打了一辈子胶 胶片它宽容度特别大 高光不爆 暗部细节很多很多 在卢叔叔用胶片记录光影时 玫瑰的布告里也画完了 在我的幻想中 可能三十年前的布告里 在一些周末的清晨啊 菜市开始 运作的时候真的是鸡飞狗跳的 布告里是在古芬这个电影里面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取景地 所以我也在它的门头上 加了一个1992年的 上海股票认购证 其实我画这个上海都市传说系列 我不想只是看一个建筑的外立面 系列里的每一幅画 其实都夹杂了这个场景 在每个年代发现的不同的故事 其实就像五通树的树皮一样 层层叠叠叠地 把不同年代的事件节点 都贴在这幅画里 玫瑰和卢叔叔分别用画笔和镜头 记录下了此时的城市片段 而我也成了这个片段里的一个角落 记录当下 收集旧物 都是为了在将来的某一时刻 回想起曾经的生活 可以拿出来摩索的凭证 这些物件与画面 是对生活的热爱 也是人间烟火 会一直停在时光里 永远不散